市面上如果出现这么一款游戏 能将经典的童话故事改编为黑暗扭曲的血缘诅咒精神叙述的时候 那我可以大胆地说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魂系游戏逐渐占据主流的新时代 皮诺曹的谎言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虽然游戏在难度平衡上稍前打磨 关卡设计也过于陷阱 但其精彩分成的叙事 精心设计的战斗 以及令人难忘的场景和boss战 对于喜欢血缘诅咒的玩家来说 仍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作品 季包又扁地说 皮诺曹的谎言几乎丝毫不差地遵循了fromsoftware所设定的蓝本 它的UI和菜单与你之前玩过的每一款魂类游戏几乎一模一样 美术风格也深得血缘诅咒的真传 战斗当然也是难度颇高 需要玩家找准时机攻击和格挡 由于本作实在和魂太像了 以至于我有的时候遇到一个看似友好的角色 动得非常自信地一眼看出这家伙到了后面一定会给我捅刀子 游戏中甚至还有一个主要boss的名称和大致外貌都与黑暗之魂中的一个boss相同 很难让人不感到喘息 然而本作有一个出彩之处 那就是它的故事 皮诺曹的谎言在经典童话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血腥和黑暗的改编 但它对原著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致敬的 游戏里有一个有趣的机制 玩家可以选择说谎或者是说真话 而这也会对冒险结果产生影响 而且本作的配乐也特别抓耳 话虽如此 这类游戏可不是以故事情节简单易懂而闻名的 而皮诺曹的谎言也继承了一部分这种特点 但它也确实花了不少心思来打磨游戏的故事剧情 在我一周末接近30个小时的游戏流程中 很多对话和剧情片段都引起了我的注意 和黑暗之魂一样 把一堆模糊的描述性文字堆在玩家脸上相比 本作的故事剧情算是很好理解的了 实际上在我所见过的同类游戏的悲剧故事中 皮诺曹的谎言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游戏不仅设计了一些有趣的转折 还加入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正如各位所想的一样 游戏的主要内容就是玩家在危机四伏的关卡中消灭所有敌人 并挑战更加强大的boss 而皮诺曹的谎言在这两个任务的核心设计上都做得非常出色 令人印象深刻的反乌托邦城市克拉特 提醒着玩家现在体验的可是一部与木偶相关的经典童话 而玩家的身边也有西帅朋友齐米尼 和皮诺曹的父亲木偶师杰佩托陪伴 而他也会在派遣里去屠杀路上的每一个人之前 提醒各位要做个好孩子 在游戏流程中玩家将进入一个充满毒液的沼泽关卡 这差不多算是所有魂系游戏的标配了 还有这个展厅 里面摆满了对未来的展望 整体来说每个关卡玩起来都海散有趣 而魂类游戏设计蓝图上绝对不可忽视的另外一项设计 这是令人难忘的boss战 而皮诺曹的谎言在这方面也可圈可点 在这里我们不剧透boss的设计细节了 尽管战斗都只是要把boss水条打空就能完事 但过程还是会有一定的乐趣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皮诺曹的谎言的战斗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血缘诅咒的影响 并在其基础之上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整 你虽然不能像在血缘诅咒中那样通过反击敌人来恢复损失的生命值 但你可以通过格挡来减少受到的伤害 然后进行还击来回血 这样就使得皮诺曹的谎言的战斗风格 与血缘诅咒更为相似 鼓励玩家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 并以快速的节奏去推进 但它同时也阻碍了玩家使用以防守为重的游戏风格 虽然这种激烈的战斗非常有趣 平衡设计也做得不错 但玩家只能被限制在特定的自由解中 而无法像黑暗之魂中的诸多流派那样 自由地构建自己想要的角色 皮诺曹的谎言从血缘诅咒借鉴的另一个概念是 玩家的近战武器会分配到角色的右手 而左手则保留给拥有远程能力的实用型道具 军团一手 这是一项十分巧妙的机制 你可以选择使用快速而有效的木偶之弦 迅速拉近与敌人的战斗距离 或者是像这样从远处击毁木偶 也可以试试我个人最喜欢的操作 使用盾牌挡住来袭的攻击 会产生一次焰火爆炸的效果 更有意思的是 军团一手上的每个工具都可以通过升级以获得额外的效果 但真正让皮诺曹的谎言在同类游戏中做到脱颖而出的 是这个令人赞叹的武器制作系统 不知道各位是否想过将巨型巨片固定在基建的剑柄上 像基建一样挥舞锯子呢 可能这件武器并不实用 但重点在于皮诺曹的谎言 允许玩家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组合各类装备 游戏中设计了数十种组合方式 这给予了玩家相当大的自由度 来制作一些有趣或者是高效的武器 因为玩家所选择的饼和刀刃的某些属性和能力 会结合在一起 从而打造出独特的战斗体验 然而有点遗憾的是 游戏中最好的那批武器都无法进行拆解和重铸成新物品 因此随着游戏流程的推进 玩家可能就没有什么动力使用这个制作系统了 当然 一个优秀的魂系游戏的关键就是它的难度设计 而皮诺曹的谎言在这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方面在探索世界时所遇到的普通邪恶木偶 和恶心怪物战斗的部分实在是太简单了 以至于在我的游戏流程中几乎没有怎么死过 游戏中的大部分boss战也是如此 魂系老玩家可以轻松解决掉它们 毕竟它们通常都是大块头 行动缓慢 当你走到它们背后或者是下方时 很容易就把它们的AI给玩坏掉 而它们的大多数攻击也很容易预判 但游戏偶尔又会毫无预警的突然遇到难度极高的boss 每次遇到这种boss 基本上我都得连续死个二三十次 让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等级不够 但真相并不是这样 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我还需要多下点功夫 磨练磨练自己的战斗技巧 这些特定的boss战与探索关卡中的难度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变化可能会相当突兀 我经常觉得在这些很难的boss战之前 游戏没有给我留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间 然而实际情况是 在那些不那么难的关卡中 玩家的战斗技巧得不到充分的魔力 进而掉以轻心 让之后的本就困难的boss战感觉更加困难了 皮诺曹的谎言也并没有完全摆脱 这个类型游戏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有几次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穿过了墙壁 还有的敌人在我面前诡异地消失了 值得肯定的是 这些问题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所以可以说是无伤大雅 而且游戏的性能表现也十分出色 在我的冒险过程中 无论在什么场景下 帧率始终保持稳定 在这个类型的游戏中 还像难能可贵 皮诺曹的谎言可能没有从魂系游戏的启发中完全独立出来 但就像一个有熟练的木偶师操纵的木偶一样 在一个美妙而黑暗的幻想世界中 它表现得非常出色 本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游戏不均衡的难度设计 并未让我的战斗体验保持一致 加上战斗时也常被局限在特定的游戏风格中 观察也没有像大多数同类游戏那样开放和巧妙 但凭借令人难忘的武器制作系统 一些印象深刻的boss战 以及我们在同类游戏中见过的巧妙的故事之一 我真心推荐各位花上一点时间和杰佩托 以及他的朋友们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 如果你一直在等 可能永远不会问世的雪原诅咒的重制版或续作 皮诺曹的谎言可以说是一份还不错的雪原诅咒代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